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灵降临 你们必得着能力 其实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继续要追求能力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是有靠一个知识 有些人是靠有些聪明或者世界的经验 那这些异教徒是靠一个打坐 导空自己 要得到能力的东西 但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一个绝对的能力 各位如果今天懂什么是受圣灵引导的话 各位马上能够活在上帝的能力 也享受那个能力的 保罗说 如果你们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顺从肉体的情欲 情欲是什么 情欲是魔鬼的一个面目来的 变化无双的 所以在不同的情况里 你遇到不同的处境里面 马上就是试探你 引诱你 然后他的力量是牵着你走的 那邪灵是灵看不见的 人要怎么打他 怎么忍耐不要犯罪 不要受他引诱 所以没有办法的 所以不是用争战 好像像斗拳用力的方法来跟他争战的 邪灵是只有怕圣灵 圣灵在的地方 邪灵不能动工 圣灵动工起来的地方 邪灵的力量就会削弱